這個謝謝戴老爹 戴老爹其實剛剛是講市議員參選人 那我是市議員參選人劉映龍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我們現場有我們的陳玥勝 我們的準市長 那同時還有兩位很優質的里長 一位是我們的鄧里長 還有另外一位我們那個中心的彭里長 當然有看到很多中心的長輩 我們上華這邊的長輩 大家好我想今天非常開心 可以參與這個眷村文化節 就像剛剛我們的準市長講到的 只有桃園有在辦這樣子的一個文化節的活動 我說在過去在過去 常讓人家藉由文化活動 感覺好像是在做活動核銷 但是呢在我們龍潭 尤其是在我們上華這邊 常常在辦去年的眷村文化活動 我印象就很深刻 我印象中他擺了一個木箱子 木箱子裡面有筆記本 日記本然後有勳章 甚至有舊的軍服發 整個過去的回憶都是裝在這個箱子裡面 我覺得眷村文化節真的是 充分代表跟我們在地文化的一個融合 所以呢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覺得這個意義性真的是截然不同 不過英龍也藉這個機會 要跟我們在座的長輩 大家肯脫一下 我雖然不是念文化出身的 我自己本身我是念公共空間的一個規劃設計 我是景觀設計系 但是研究所我是念社區移民照 那英龍有這個專業有這個能力 我真的需要是機會 我要再次拜託我們所有的長輩 給英龍這個小小弟機會 我一定好好來為大家服務 好吧 好 好 謝謝大家 也祝福福我們在座的每一位寶貝 每一位好朋友 大哥大姐們 大家幸福安康 謝謝 好我們非常感謝 思議員猜選人 劉玲柔先生 逸名我們會談 接著我們要 接著我們要介紹 好